其实我喜欢你跟她的作品 不是因为撒尸的意味 可是因为她很喜欢跟我吵架 我很喜欢有个剪接式 就是她每天 她其实我觉得才会有一些导演 看你们剪接的习惯 就是可能剪接是太听导演的话 可是其实她每天都是挑我的问题 就是我拍的那个镜头有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而且我觉得就是那过程 其实才会让电影好看 就是我每天50%的时间 那边只在吵架就剩下神才正在剪接 所以其实我觉得只是 只是刚好她的那个工作习惯 我觉得很适合美国 那你跟Justin 是以前就是在 美国就认识 我们全是在电影前就所认识的 是同学 好 那问一下Justin 在导演俊宁这么爱跟你吵架的情况之下 会让你剪接的这个效果 成绩会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 对不对 当我们讨论和谈论 我认为 我认为 它一直在有什么好处 就是 因为 两个人都在想够遵守了问题 我们喜欢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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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试试的事情 是 是好的 结果是好的 那再问一下其他事情就是说 在剪接这个还有导演 剧林导演可以分享一下 在剪接的规模上面用的这个 其实不管是设备机器也好 在台湾还有在你们之前在美国 面书的时候 会接触到这个设备 有不同的地方吗 专业上有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不会 其实我觉得不管说是摄影 或者是剪接 或者任何跟就是跟技术相关 真的没有差别 就是因为我们的摄影师 这也是美国人 而且就是来这里 几乎完全不会需要做任何调整 就是我觉得 而且刚上去那个 根姐讲的 就是其实工作人员都是一样 而且全世界有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一样的感觉 所以这些部份我觉得都不需要撤离 就是在台湾在美洲的 我感觉都是完全的感觉 所以跟台湾的工作人员我觉得 因为我在国外遇到的工作人员的热情 就是非常热情的东西 OK 那 Justin 你要不要给我分享一下这道理吗 No I found all the equipment here to be really good And also I think Taipei as a city is more friendly to filmmakers than Los Angeles where we're living in Los Angeles 好 这个我来讲好了 我们台北的剪接设备是很棒的 加上台北的热情会让这个设备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EA台北的团队跟剧图 欢迎这部电影进去国际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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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量身定造效率很高的电影 在奥运 在青藏奥运的时候就要推出了 请你再讲一下这个片子的筹备是在什么时候 拍摄什么时候 是跟市政府的什么样的一个结合 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定的诞生 yes i love Taipei i love all the European names i love all the European names so it should start from main and of this lake 是 然后你听各种贵的那个奖章给他们送过来 然后再继续 we are pretending we are cooperat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电影大概在今年5月开始拍摄 从去年就开始准备 因为它是一个难度 其实比看到高相当多的电影 那我们现在已经全片拍摄完毕了 花了31天 哇 其实很 看到了其实很感慨 也很激动 真的很抱歉 因为这里面有70%以上 它是手语性 那我们也算是跨国 对 跨境另外一个手语的领域 让我们既兴奋也学习很多 那我们现在是在剪接 预计在8月28号要上令 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个手语 爱与勇气的电影 是 是 那这个电影是当初有的主动提案 还是市政府他们有跟你们接下 然后一起创作或怎么样 其实当初这个电影在去年 我们是希望能落从电影处辅导金来出发 那辅导金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肯定 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其他资金的问题 后来就没有办法跟辅导金 有这样的合作 为什么会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有其他资金到位 搞不清楚 所以呢 但是因为在这样我们的主题是跟运动 尤其是听战选手 那这当初并不是在我们的考虑之内 但是因为听战选手是一个 这样一个议题 是2009听澳的一个处理的项目 对我们就跟听澳提出一个发行的一个合作 所以听澳对我们整个片子在发行宣传上 是一个结合 哇很棒啊 在今年的听澳 这个在这个听澳的运动会上面 会有没有电影来同时放 这是很棒的事情 那当然导演郑芬芬呢 他是去年以一部长假的获得了金钟奖单元剧最佳的影片 然后今年的茶屋子人呢 又在台北电影节 台北电影奖的部分来做角逐 那这本身本身这一两年的创作活力非常的旺盛 它的质感也非常的好 可不可以谈一下你拍听说这个电影 因为你其实悠游在大萤幕跟所谓的HD 或者是所谓的公式的这样的一个电视电影的规格之中 那你游游在两者之间 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跟精神来诠释听说这样的一个电影 听说我会把它定位是一个运动片 因为里头音障选手的他在那个竞赛项目去游泳 那我会希望是呈现一个不太一样的爱情片 就是他非常有速度感有节奏感这样子 然后他整个给他的感觉是非常 除了浪漫之外是非常有阳光有朝气的这样子 本身你的游泳你本身精通于游泳吗 对不起我会游泳那不会换气 哇你看这个就知道导演的难度跟挑战都很高了 一个不会换气的导演要去拍一个吧 有个速度跟整个拍起来那就是考验 正面的功威呀水多威 正面的功力跟条件我绝对相信的 因为我是正面的粉丝 好那彭于晏我们想问一下 六号出口之后是自己的第二部的电影吗 中间还有很多电影 还有拍了一些也有跨罗拍的 是 你还讲一下什么外国电影 然后是内地的 内地的 对也是个米晏他们第二部是基因决定我爱的文化 基因决定我爱的文化 也跟于南合作 对对对对那跨罗 那算是跨罗 是跨罗不跨罗 也不算跨罗吧但是也算 跨罗不跨罗 是那个外景在什么厦门还是哪里 对对对对 也是跨罗很棒 之后也有拍一个女人不跨 但是也是跨 哦女人不跨也是跨的啊 也是徐克的跨的 对跨乡长 然后他刷到那边际去 我现在从这个基因决定完领到女人不跨 我大概可以知道你接跨罗片的脉络是什么样的 谈一下这个听说里面 因为你来用很多手语跟两个姐妹做交流 可不可以谈一下你怎么去整背这八十当功夫 因为其实刚刚那是幕后花絮 然后我一眼也不是变形金刚 刚刚有一个桥段就是 是要装一个树的样子 那这里面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听人 就是正常人是叫听人 那听不到的就是听到没用叫聋人 那我在这部戏里面就是 因为我现在的戏里面就是可以用话语 用简单的话就是跟就是 好不好 跟家里人是可以沟通的 就是也正常人在家里 然后但是跟女独角的对话语 全部都是用手语 是用手语来谈恋爱 就是刚刚像齐晨哥讲的 就是爱与勇气的一个励志片 甚至要生命 其实你跟台湾的新导演 像林玉贤的这份跟合作 还有刚刚讲的徐克导演 还有这个基因学历丸的李玉贤导演 你也拍了很多跨国片 你自己觉得 在做一个台湾的新生蛋的演员 接触过这样的一些合作契机之后 对你跟这一门是这样的帮助跟成长 嗯 其实没有 我是觉得成长的部分 我是觉得我自己就是很爱演戏 很爱演戏 所以不一定说 像我电视剧也偶像也演 公色系我也演 发电展我也演 古装系我也演 所以也没有不一定说 一定要拍什么样的 新生性的电影 好 我觉得你在台湾的新生蛋余来讲 你算是任性非常强的一位 包括你的感情的传闻 包括你的经济合约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还可以接这么多法国电影 一支演书 你的潜力跟任性是非常强的 我现在要加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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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蛋佛还有没有补充的 我们也陪着他有电视 是是是是 好 那我们希望 大家再讲一下 这个电影什么时候才会上映 然后希望大家 也有什么样的行销策略 希望大家 怎么来对这个电影做捧场 我实际上道歉是因为我们才刚杀青 所以还没有办法给各位看电话 那为了要因应今天的经济会 所以我们写了幕后花絮 所以发展会有点错了 然后片子是因为 虽然刚刚事件说是去年又开始筹备 但是因为资金到位较晚的关系 其实从整个真正的剧组进来 进入筹备到我们要上片 其中一条半年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改 但是其实运不影响它的 quality 所以希望各位在8月18号的时候 我过来支持听说 8月18谢谢大家 好谢谢